要不要等PS5 Pro还是早买早享受 一句话告诉你早买早享受 首先是否会出Pro 网上的信息都是猜测 对于我来说 PS5 Pro如果要出我肯定会买 毕竟一是我自己喜欢 另外我还做PS5自媒体 于公于私都会买 但是从性价比角度来看 目前的PS5无论是从性能还是体验度 对于普通玩家来说是完全够用的 没有等的必要 而且之前PS5光驱版被炒到过上万的价格 新出的Pro系列无疑是又要等一个价格高潮 如果你一直想买PS5 已经苦等了三年 那么最优质的选择就是买一台二手的上手试试 但是买二手还是要先选择一个靠谱的平台 身边朋友再转转买过PS 体验是真的挺不错的 不仅门槛低价格也便宜 数字版千元价位就能买到 九成星光驱版也只需要2500 比新机便宜了1000多 橙色也都还很不错 性价比属实是拉满了 你们担心的二手保障问题 转转也都帮你们解决了 转转是专人宴机提供一年的保修 并且支持七天无理由 解决了几乎所有二手交易存在的风险 近两年PS5的游戏还都挺好玩的 无论是《蜘蛛侠2》 《最终幻想7》重置还是《烂人崛起》 以及要发布的《黑神话悟空》 还有明年的《GTA6》 一个比一个缠人 早买早享受 等你真正上手玩了 就会发现自己还是买完了 而且现在入手门槛还这么低 真的可以冲一波试试 毕竟拥有一台PS5 也算是男人 相当便宜的消钱了 你们觉得呢 我会发现自己的《黑神话悟空》